我們又繼續東京之旅, 今天就住在湖邊 一陣都是在湖附近走走 在這邊有一座遊覽船, 圍著附近走一個圈 在湖上看的景色比較好 沒什麼擋住, 有些湖水襯托一下 大漢山在湖邊 左邊就是今天住的一間旅館 這陣子的旅館都可以看到富士餐廉在湖的景色 由沿湖我們去了一間叫吉渡屋的地方吃東西 他們地上賣手信特產,二樓才有食物 主要是炸菜和麵 每款都叫了一份來試一下, 樣樣都不錯 我們還可以試一下騎一下鴨仔出湖看看富士山 當然騎大隻這些 不過給些坐船就會被部分旅館擋住了 不過自由子在感, 都蠻捨意的 再繼續搭紅色線的周遊巴士 在九寶田一束美術管道下車 就會來到這個紅葉回樓 沿途都可以看到很多紅葉 其實一年有很多日子都看不到整個圓整的富士 通常只有十二月, 一月才會超過二十天 有時明明好天, 但地形有問題, 很容易有雲 今晚就在旅館吃 有很多精緻的芹菜, 新鮮的刺身 還有主菜就是這個和牛和豬肉 技術品 而貼品就會在大廳那邊才有得吃 今晚吃完東西還有地方去 11月紅葉會朗就會有個紅葉仔 明晚上來就會有另一種風餅 不滿意的 把錢在一起 做很多的風餅 下鍋子 小黃色喜歡 愛花花花生 中公众 若美少女 我愛花花花生 千葉花花花花 今晚有很多雲, 但星雄很漂亮 本來早起床就想看看能否見到益富士 不過連山都消失了, 完全看不到富士山 今天都很可笑, 難得在湖邊住都看不到山 而且很大風, 連富士山是五合木都上不到 而這一天就搭綠色線, 去了富岳風月這個站 大約搭了半小時才到 今天天氣都很差, 有大風和有雨 在入洞之前, 就會走一段小的樹林 可以見到樹根全部都是外路 整個樹林都是以前富士山爆發的融合上的生長 其實這裏就是青木園樹海其中的部分 裡面全年都是零至三島, 都很冷 是一個天然的爛藏庫 開始下去了, 周圍都是一些融合 如果再過一段時間, 裡面才會開始結冰 就好像這樣了 就好像這樣了 而這裏就是以前融合流動的通道 然後, 爛藏了之後就形成這樣了 因為全年都很冷 以前的人就是用來爛藏一些東西 例如有些松茄、種子之類 所以便將這個樹林员地獲得動 而在附近走大約15分鐘的路程 就有個名澤冰園的地方 裡面又是領導 本來這裡應該有很多冰隔 這個冰月有時都要彎低身才過島 其實這裡最有名的就是冰村 不過這次還是沒機會看到 又要走啦 雖然最後還是天陰有雨 不過幸好早兩天天氣都不錯 都可以看到晴天的富士山 接著就會回到上野 好啦下次見 好啦下次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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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